近日,台湾娱乐圈在线波澜,知名主持人黄子角因性骚扰事件持续受到关注。 据悉,一名曾在17岁时指控黄子角性侵的网红Zofia再度发声,引发网友热议。 黄子角的妻子孟耿如因之前的道歉文引发争议,以悄悄关闭社交账号,以避免进一步的舆论压力。 黄子角近期因被曝购买未成年少女不雅影片而深陷舆论漩涡,尽管她公开道歉并承认错误, 但此举仍未能平息公众怒火。 她的妻子孟耿如选择站在丈夫身边发声道歉,却遭到部分网友的质疑和批评。 面对舆论压力,孟耿如最终选择关闭社交账号,暂时远离网络风暴。 此次事件不仅让黄子角的演艺事业遭受重创,也让孟耿如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 两人能否度过此次难关,仍待时间给出答案,而公众对于性骚扰事件的持续关注,也反映出社会对于此类性的关注。